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潘妮是你表姐吗 是啊 潘妮是你表姐啊 潘妮你怎么没有说过呢 你也没问问我呀 我已经跟泉叔说过了 他最近会找几家工厂 做一下包装的事情 我也想好了几个方案 到时候大家坐下来 好好商量一下 还是你有些念之明啊 知道大家的意见 都是因为设计不行 喂 夏宇 你这两天朋友圈 是不是发了一条音乐啊 对啊 我特别喜欢潘妮的歌 以前还想去听他演唱会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 所以你从来都没有见过他 当然没有见过啊 潘妮怎么可能被我随便见的 那如果让你见到他的话 你会不会很开心啊 当然会啊 过段时间呢 他要来欧洲拍MV 我带你去见他吧 你是说粉丝街机这种萌 我觉得这种方式不适合我 我觉得偶像嘛 你就远远地 默默地支持他就好 不要去打扰他的生活 我不是说这种 我说的是一对一点对点的那种 面对面的见面 一对一 减对点 面对面的见面方式 怎么可能啊 你再搞笑吧你 你不相信啊 那这样我们打个赌好了 反正呢 也快到过节了 我们就在酒庄举行一个派对 我把他邀请过来怎么样 你把潘妮邀请过来 参加我们的派对 他凭什么来呀 你又在逗我 凭什么 凭我是他弟 他是我表姐 你是他弟 他是你表姐 你觉得我会信吗 那你还会跟我站在这里聊天吗 我跟你说认真的 他真的是我表姐 我发誓 如果我说谎的话 我天打雷劈 真的 真的 对啊 韩妮是你表姐啊 她是你表姐吗 郝未来 郝未来 你骗我我会生气哦 潘妮是你表姐吗 是啊 潘妮是你表姐啊 天哪你怎么没有说过呢 你也没问问我呀 我的天哪 你的表姐是潘妮 我从来没有想过 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那 你邀请她来参加派对 她会来吗 肯定会来啊 我是谁啊 如果我们要办派对的话 是不是 要跟许会长讲啊 嗯 我觉得她一定会答应的 我会说 如果我们一个人看到了 我回见了 她是否 你怕什么 还不是 我妈咪 能让我访核心 老片子 是怎么回来的 我 桂妮是你 跟哪儿